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部凝聚了几代法律人殷切期盼的世纪大典 经历了怎样艰难而漫长的编转历程 人格权独立成编 加封条款入联 设立离婚冷静期 确立性骚扰认定标准 护航建议有违 保障居住安全 诸多立法亮点背后 承载了民法典怎样的时代诉求与文化内涵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民法典 敬请关注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人们普遍认为家庭纠纷属于家务事 其他人没有权力干预 更没权力曝光 否则就是侵犯隐私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辱骂妇女 家暴妻儿 婚内出轨等丑恶现象 在一些家庭不断上演 民法典为回应现实需求 设立加封条款 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那么家丑到底够不够成隐私 社会公众有没有权力进行道德琵琶 民法典的加封条款 又能否对此予以归制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家丑不可外扬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年一行期间 有位武汉老人被治愈以后 由社区工作人员送回家中 但出人意料的是 老人的儿子儿媳 不仅没有感谢感恩 反而拒绝接纳老人归家 儿子拒绝老父亲归家 触动了太多的痛点 视频流出引发网络热议 和责骂讨伐 这个当儿子就受不了了 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家务事 其他人没有权力干预 更没权力曝光 否则就是侵害隐私权 这确实是假事 但也是家丑 家丑够不够成隐私 社会公众有没有权力 进行道德批判 民法典是何种立场 有没有具体法条予以规制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民法典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这就是著名的家风条款 家风条款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 也是一大热点 为什么说是亮点 因为本条啊 积极回应了现实需求 现代家庭生活中 有些家庭呢 家丑不断 傍老啃老 还觉得天经地义 辱骂父母家暴妻儿 认为是理所当然 婚礼出轨还说是追求爱情和自由 不以为耻 反以为柔 说起来是极少数人在败坏社会风气 但根本政绩还在于 家庭内部治理出了问题 家教不业 家风不正 为什么本条会成为热点呢 因为本条涉及到三对关系 直接决定了这一条款的时效性 可操作性 第一对关系 倡导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 按照法律语义学解释 立法用语中的应当 它有两种解读 一种属于倡导性规范的 最好如此 理当如此 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 应该的规定 一种属于强制性规范 属于必须如此 务必如此的规定 而本条显然是属于倡导性规范 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倡导性规范并非裁判规范 不能作为法官 分配权力义务责任的依据 也不受国家强制的保障 还不具备可诉性 上述案件当中 儿子儿媳拒绝老人归家 肯定违反了第10043条 第一款的规定 但能不能直接用本条起诉 不行 因为倡导性条款 不具备强制之行 同样根据本条第二款 良好家风的首要规范 就是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 这一样属于倡导性规范 这种忠贞义务是直接援引了原来婚姻法的第四条 夫妻之间附有对待性的忠贞义由 王小二不能花心出轨 刘三妹也不能洪信出墙 但这个条款也是一种软性的原则性的规定 而不是刚性的行为约束 只能依靠当事人道德感 自知力 自觉履行 无法要求强制履行 所以王小二出轨 妻子刘三妹诉请人民法院 强制要求王小二赔礼道歉 改邪归正 回归家庭 法院怎么办 没法办 根据最高法 婚姻法司法解释议第三条 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 为依据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 驳回起诉 说到底呀 这类倡导性法条 不仅没有执行力 还没有可诉性 所以就有人说话了 家风调侃 重看 不中用 就像当年把常会家 看看写进 老年人权益保证法 依法动机倒是挺好 但王小二就不回家探望老爹 当爹的怎么办 那无非就是吹胡子 瞪眼 甩拐杖 第二对关系 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那为什么这类倡导性规范 没有执行力 也没有可诉性 因为家风建设 本质上属于道德义务 民法典呢 将它上升为法律义务 就像刚才讲的 常会家看看 后来从道德义务 上升为法律义务 当时就有人吐槽说 立法的良苦用心 固然可堪可嘉 但这些软法入法 不仅没用 还会冲击 有法必依 以执法必言的 法治精神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 怎么处理家事 家丑 确实属于家庭自觉权 也构成家庭隐私 一般只能通过道德教化 家规约束 倫理惩罚 等方式来处理 但是当家丑严重的危机 基本人暖 甚至舍现遗弃 虐待 家暴 那不仅社会舆论有权介入 法律还会介入 进行兜底保护 法律的介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民法 这个时候民法典的加封条款 就会正式发挥作用 法官可以引证 这一行为规范 转接第10042条的 禁止性条款 那就是禁止家庭成员间的 虐待和仪器 最后判定 他的行为违法 那如果拒不道歉 死不悔改 就可能引发适用 第1125条 因遗弃父母 被剥夺 继承权 另一种是刑法 按照目前情形 武汉老人的儿子儿戏 已经构成遗弃 涉嫌犯罪 按照刑法第261条 一旦老人自诉 儿子儿戏就可能 面临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也就是说 所谓家丑 一般是因为违反 伦理义务引发的 家庭内部纠纷 加封条款的作用是什么 是价值引领和行为示范 首先是进行 道德上的正强引领 相当于指路牌 风向标 其次是提示 独促 要求当事人 自觉合理履行道德 那最后就是 法条转接统合 结合其他强制性条款 进行强力规矣 换句话说 家风条款 不是摆设 不是装饰 而是一种价值牵引 如果自觉遵守 那自然和平不是 如果拒绝旅行 如果拒绝旅行 就会引发倡道性规范 与强制性规范的有效互动 最终产生实体法的规范功能 家风条款入点 不仅实现了正向的价值引领 通过软性条款设计 民法典也最大程度缓和了 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 这种紧张关系 防范法律 特别是公法 对家庭事务的过度介入 和强力干预 为家庭自治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换个角度说 家风条款有利于 正向引导家庭治理 将家丑就置于家庭内部 由当事人自我调试矫正 为其如此 才能最大程度维护人伦 保护家庭 否则要是老人一开始 就以遗弃罪提起诉讼 儿子儿媳肯定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 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更严重 那就是父子感情破裂 人伦崩溃 这就是传统家丑不可外扬 清关难断家务事的原因所在 也是家风条款的价值所在 作为道德的正向引导 民法典的家风条款 是指路牌 是风向标 当家丑严重到危及基本人伦 甚至涉嫌遗弃 虐待家暴 不仅社会舆论有权介入 法律也会进行兜敌保护 那么法律对家丑是否有求必应 揭露家丑在道德与法律上 有哪些限制性条件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节目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家丑不可外扬吗 第三对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在传统家族治理中 如果家风不正 家教不严 引发了家丑 首先遭遇羞辱的是家长 族长 那不仅自己名誉扫地 还会遭受官方的训斥 甚至处罚 所以各大家族 都会在家法家规中 对子孙行为进行正向引导 强力矫正 防范非道德 不明于事件的发生 民俗强大的道德力量 和矫正机制 催生了良好夹缝和家庭文明 维护了传统家族的稳定 夹缝条款继承的 正是这种道德习俗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 都二十一世纪了 都依法治国了 道德伦理还有什么用 前面我们说过 对于家庭事务 图法不足以自行 甚至法律都是后卫的补充 走在最前里的 永远都是伦理和道德 催生的习俗 只要家庭还存在 良好夹缝 都是一个家庭家族 生存和发展的 最强大推力和动力 无论是过去 还是未来 盖模冷外 举个例子 猪三角的京猪 是一道绚丽的美食 是一种喜庆的象征 但也是揭露家丑的 民俗表达 按照习俗 新娘子过门以后 三天必须回门 新娘就带领亲朋好友 在后面跟随 去感谢岳父岳母 大舅子小舅子 回门仪式当中 有一样东西 必不可少 烤猪 烤好以后 还要贴上金箔 拴上红筹 所以又叫金猪 这是新娘家庭 迫不及待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回门女物当中 少了金猪 新娘家就会无地自容 有金猪 就代表新郎 迎娶的是黄花闺女 那如果没有 就代表新娘 结婚前不守妇道 这无疑就是一种 公开的羞辱 这种习俗的仪式表达 既可以是对守征的赞美 也可以是对时征的欠责 他的作与很明显 倒逼那种养女儿的家庭 重视家风家身 否则家丑外泄 不仅关系到一家的名誉 还关系到女儿的终生幸福 那么什么是家丑 哪些家丑不能外养 极度家丑在道德上法律上 有哪些限制性条件 实际上所谓家丑 也就是指家庭内部发生的 不愿意为外界所窒息的 负面的私密的世界 可能危机到 加风加深的家丑 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 亲子关系之间 比如 王三喜叛逆期间 偷了家里的钱 去买游戏卡 去打赏网红主播 这类行为说出去 可能就是家丑 是父母王小二 刘三妹管教不当 儿子不学好 但小二三妹很理性 那不会张扬的 经过一番自我反省 她会进行有效的沟通 正向的引力 让三喜意识到错误 并且改正 第二类 夫妻关系之间 这是最隐秘的角落 除非当事人 自愿曝光或报警 其他人 包括警方 都不能主动介绍 前两年 猛明星在微博上 自曝假仇 宣布妻子出轨 并决定起诉离婚 而他的妻子 也不甘示弱 起诉丈夫破污水 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不到两个月 妻子出轨 明星离婚 就成为热门新闻 月读量累计 达到了116亿 参与讨论的人数 达到了300多万 有个帖子呀 大骂肩负盈妇 请求点赞 成千上万的点赞 瞬间蜂蜂而至 汹涌而来 这是典型的家丑外样 在兰主看来 头顶草原带来的屈辱和痛苦 迫使他发泄 宣泄 以寻求道德支援 寻求法律公正裁决 这情有可原 也无可厚非 但客观来说呀 自曝家丑 从来都不会有赢家 夫妻感情破裂 势在必然 父母双亲 被别人指指点点 这些都还可以逃避忍呢 但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伤害 和未来成长 产生的消极后果 却难以估量 男主的冲动事出有益 但整个世界中 最值得留意的是呀 社会舆论的介入热情和力度 我们不否认 绝大多数的评论者 是通过道德谴责 意图维护婚姻的那种纯洁性 这属于正常的道德评价 但我们绝不能忽略 另外一种情形 上亿人的关注中 有一批人的动机 是可疑的 他们的参与 可能与匡富正义 维护道德没什么关系 他们纯粹就是为了 一种劣迹心理 甚至满足 窥视的云 折射的刚好是对婚姻 和道德的群体性焦虑 这种舆论狂欢 最终可能会裹欠当事人 让其无法自拔 无力脱身 还会引发 对其本人和家庭的 次生灾害 这就是家仇不可外扬的 内在原因 不仅仅为了保住脸面 也是为了避开 更大的成本和更高风险 所以我个人就主张 对于这类家仇 最好还是不外扬为妙 低调离婚 淡定离场 毕竟你婆别人一身猪血 别人也会咬下一嘴狗毛 伤人伤己伤父母 还连累孩子 实在不值得 但另一类发生 在夫妻之间的家仇 是否能够外扬 就显得更为复杂 这就是所谓婚内强奸 按照民家说法 夫妻之间床头打架 床尾喝 夫妻没有隔夜愁 但夫妻之间的性暴力 确实存在 调查显示 婚内强奸的现象 在当今社会 较为普遍的存在 然而当真正遭遇 婚内性暴力时 却很少有人报警求助 究其原因 依然是家仇不可外扬 的传统观念根深蒂雾 那么对于这种现象 法律能否提供救济 在家族内部 还有哪些家仇 是可能危及到 家族生育的呢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节目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家仇不可外扬吗 林典调查集团2000年 就婚内强奸主题 对京户岁 三地939名 18岁到35岁的 城市女青年进行调查 两组数据很有趣 第一组数据 是70%的受访者承认 有婚内强奸现象存在 同样有70%的年轻女性 赞同通过法律手段 遏制婚内强奸 第二组数据 当真正遭遇那种 婚内性暴力 报警求助的比例 是多少呢 4% 之所以说这组数据 有趣 是因为年轻女性的 观念和行为 反差太大了 观念特别先进 行为特别保守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反差现象 是不是法律 无法提供救济 应当不是 虽然民法典和此前法律 并没有单独规定 婚内强奸 但民法对人格权的 保护相当明确 具体 刑法对强奸的要件 也清清楚楚 同时 我们在司法案例当中 早就有婚礼强奸的个案 唯一的解释应当是 现代女性和传统女性 都秉承了同样的 道德伦理立场 一是认为 嫁丑不可外扬 二是为了 保全婚姻和家庭 这也是目前 国内法院 即便承认 并判决婚内强奸 已是胜之又胜 最多判缓刑的真正原因 但还是应当注意 如果王小二刘三位感情 确已破裂 无从秘方 并且刘三位已经提出离婚 不管法院判决是否离婚 不管离婚判决是否生效 王小二都不能实施信报令 否则面临的 就不是故意伤害或虐待 而是真正的强奸 这也不再是单纯的嫁丑 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第三类 亲属关系之业 民法典起草期间 有一个问题 曾经引发争论 就是直系阴卿之间 能不能结婚 所谓直系阴卿 是指以婚姻关系为中间 而产生的亲属关系 大致关系有三种 有点绕 分别是指血亲的配偶 配偶的血亲 配偶血亲的配偶 纵观全世界的法律 除了苏格兰允许直系阴卿结婚外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一般都认定 这不仅是家丑 而且还诱伤风化 都坚守同一个立场 禁止结婚 或者有限禁婚 我国此前的 《婚姻法》和《民法典》 第10048条 都没有明确禁止 直系阴卿结婚 所以有人就认为 基于法部禁止 接自由原则 和婚姻自由原则 应当赞同 允许直系阴卿结婚 但更多人反对 阴卿结婚 本身也赞同 执行阴卿 应当禁婚 有没有法律依据 有 虽然《民法典》 没有明门禁止 阴卿结婚 但按照《民法典》第8条 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 公须粮食 同时按照第143条 第三款 第153条 第二款 违背公须粮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根据上述三个条款 直系阴卿结婚 显然违反 善良封锁 属于无效行为 为什么绝大多数法律 都禁止阴卿结婚 除了违反善良封锁外 还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 违背伦理法则 不是喜事 而是丑闻 直系阴卿结婚 不仅乱伦 乱背一番 还严重影响 厉害关系人的 精神安宁 甚至危机家庭名 第二 违背社会法则 不是自由 而是任性 赞同直系阴卿结婚的人 关注的只是一点 那就是 生物遗传学上 没问题 但这种观念 却无视了 基本的道德和伦理 一旦当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战胜了 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人际交往 不仅朴素迷离 法权关系 那就会混乱 不堪 第三 违背自然法则 不是爱情 而是利益 从现有案例来考察 执行阴卿结婚 之所以感冒那种 乱的亿论的风险 很难说是什么 出于爱情 都是基于特定的利益 比如说有的是为了 差一钱补偿 有的是为了申请购房 还有的是为了子女落户 还有的更直接 那就是为了逃避税守 英国社会学家 齐格蒙特·鲍曼 曾经说过呀 羞耻是文明神话 最有效的防护罩 直信心结婚呢 不仅会破除文明的神话 还会毒海荡下 疑患未来 最后补充一点 家丑不可外扬 是中国古老的道德传统 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如果选择了宽容 饶恕 最好就地消化 清清盖住 如果选择决定 也尽可能不要 自保嫁仇 成为笑柄 即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法院也会进行 不公开审理 说起来是为了 保护家庭隐私 和未成年人利益 实际上保全的 还是一个家庭 应有的名誉 和难能可惠的人文亲情 这才是民法典 加封条款的应有之意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当公民遭遇非法侵害 生命受到威胁时 应该如何自救 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 应该恪守怎样的 法定尺度和边界 我国民法典 是如何保护人们 生命健康权利的 在下期节目中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自我防卫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